當我們用心靈愛慕神的時候 神的動作是加強的 神的動作是更加強烈的 所以我們第一就是學在家裡 經常都 我們現在一起試試 啊 啊 整個靈魂湧向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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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 當我們負責在這裡祝福我們 耶穌就在這裡祝福我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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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鬆一心 完全放鬆一心 啊 好像靈魂飛神在那裡 啊 啊 多謝耶穌 啊 啊 好像靈魂飛神那裡 有沒有感受平安輕鬆 啊 啊 當你感受的時候 就是神的動作加強了 那你就使用這件事 有個英文字叫Biofeedback Biofeedback Biofeedback是什麼呢 比如有一個方法就是 就是 擦一條線在那個 摸著腦子 然後你就放鬆 它有個電錶 你一放鬆 那個電錶的針會動 啊 一鬆又會動多些 那你看到那支針 你就知道 這樣叫放鬆 那我們同樣呢 我們現在在那裡愛慕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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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放鬆呢 即時 神的臨座 是很真實的 哦 好 雨仔 你說一下 你那個極力如何 哦 在這一陣子 當我一邊說 啊 那時候你的感受 有什麼 很放鬆 還有 會 會 會 很軟 是的 你覺得有什麼 有沒有力量 有有力 身感受到舒服 這個就是聖靈的臨在 那我們 我們 操練呢 就是要你 第一你自己 隨時隨地 其實經理聖靈 我自己 我自己來說 有幾個 幾個方面 第一就是 搖動 大家嘗試,你不是故意搖自己,你投入放鬆 想耶穌,你會發覺可能身體會搖動 這是第一樣,我們敏感到聖靈的臨在 那你回家,你就嘗試,在這裏投入祈禱時 你就留意一下身體有沒有搖動的感覺 有很多個都有的 好了,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有些人可能有,可能沒有 有些人會感受到有力量,身體會震動 腹部、腿部、手都可以震動 當你感受神的能力時,全身會震動 那時我學共鳴,老師就說要用丹田用力收入 當我一聖年充滿,我發覺丹田那裡真的會收入 這是身體,另外就是心靈的喜樂 當你愛慕神,裡面真的會有喜樂涌出來 放鬆,當你發現有喜樂,你就保持 你保持,你之後站在那裡 你不用一定用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只是幫你提升 初期就用聲音帶著你的心靈 但後期不用用聲音 那個聲音在想耶穌,即時就會有經歷喜樂 試試看有幾個有經歷喜樂 試試看 試試看 有誰是這個 我很難感受到聖靈的 他很容易找到聖靈的能力和喜樂 所以他很快反應 作詞・作曲 李宗盛